誒 我剛剛有沒有問你 那麼流感的英文是什麼 最簡單三個英文單字 可能就flu嘛 那其流感呢 Hurt flu 那高級一點的詞呢 Avian Avian Influenza 我幫你們聽過 Influenza 那牛症呢 它也有一個很高級的詞 我不會拼 因為超級差 前面是borbine borbine就是牛隻的 就像Avian是牛類的 borbine然後接下來什麼 spongiform zebra 可能就是一個很強的詞 然後就是 直接翻過來就叫牛隻海綿樣 腦病點 這樣OK吧 然後俗生會結成狂牛症 那人得了狂牛症叫做得什麼症 人得了狂犬病叫做得什麼病 對啊 有時候你好像是unreasonable 你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人得了狂犬病還是叫狂犬病 但人得了狂犬症 還是可以叫狂犬症啊 可是沒有 有一個高級的詞 這個叫酷甲氏症 酷甲氏症 酷甲氏症的英文很簡單 它其實酷跟甲就是兩個厲害的人的性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是古時候三億的 所以有一個氏這個字在裡面 像高級氏 有沒有 反正是曲手症 對 反正其實就脆累了 好 所以它其實叫酷 夾 那我故意這樣唸 只是 我才不贏 我故意講是 這個叫CJD CJD CJD 簡稱為TJD 你有興趣自己查 這是什麼的 好 那就這樣 那下一節還是生活完 那我們下一節就來講病毒的生活史 就是客人講 這個感染很正常 好 謝謝下面休息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